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李强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国务院 从这一周就已经开始全面履职了 如果说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最新的总理 3月13日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 还是让外界感到了一些信心 觉得李强确实躊躇满志要干一番事情 但是很快的3月14日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他的一些说法 很大程度上又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 一些知识分子们有一些泄了气 中国知名的法学者 也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贺卫芳有一番说法 您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可以听到 用西方媒体的话来说 就是李强有一个现实的难题 如何平衡对习近平的忠诚和重振经济 任务他在这两者之间要去寻找那一个平衡点 这是他最大的挑战 首先就来看一看 李强3月14日主持召开新一届 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 他的一番讲话的要点 截至上传这则视频 3月16日两天了 那中国社交群组理对他的讲话 批评声是非常的猛烈 批评的第一个要点就是 李强看上去是在非常露骨的表达 对习近平的所谓的忠诚 比如说李强有这么几句话 会议强调 那其实就是李强在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指导性 针对性 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等等 李强的这一番讲话之所以被认为 比较的露骨 比较的突兀 因为直接的比较就是和李克强 李克强2013年做总理的时候 第一次常务会议 完全是没有提到习近平 第二次2018年了 三月份第一次常务会议的时候 李克强是带了一句 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但是主要的内容 还是说比较的务实 就是中国国务院 要做一些什么 当时的要点是要做机构改革 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点 李强最新讲话 被批评比较多的一点 就是说呢 他强调啊 中国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 必须 其实鲜明讲政治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除了李克强 过往其实呢 比较少的一连串讲这么多以外 关于国务院是政治机关这个说法 做一番检索啊 国务院下属的一些部门 过往一年两年相关的负责人 在进行所谓的一些党的业务学习的时候 有这样提 相关的一些部委 一些单位是提过政治机关的 比如说肖杰 之前的中国国务院的秘书长 他曾经就提到啊 国务院办公厅是党中央领导下的政治机关 是国务院的运转中枢 但是说整个国务院是政治机关 这个提法呢 目前来看是比较罕见的 因为根据中国国务院官网的表述 同时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即中央人民政府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所以从字面上 从中国国务院的法定职权列表中 包括从李克强过往的表达上 是看不到 是找不着 说整个中国国务院 是政治机关这个说法的 李强的这讲话两点 其实都普遍被解读成为 是在对习近平表达忠诚 其实无独有我 同样也是在3月14日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 赵乐际刚刚履行成为人大的委员长 在会议上也做了一番讲话 其中很突出的一句 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党中共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制度载体 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 所以听上去和李强的讲话 是比较的类似 赵乐际还强调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兼职党的全面领导 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打局等等 赵乐际的这个说法 其实和中国人大官方网站上的描述 以及中国的宪法的文字表述是不同的 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说简称全国人大 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是中国的国家立法机关 经过赵乐际这么一番解读 等于是说中国全国人大被矮化了 就像前面李强所提到的 感觉上国务院被矮化了 要说其中的区别就是过往 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 早几年其实也有说 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 但是李克强作为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 就不愿意开这个口 关于眼下最新的洗礼搭配 中国知名的法律学者 同时也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 贺卫芳先生 3月16日有最新的一番感慨 他说哀莫大于心死 不过实际的情况相反 是哀莫大于心不死 真死了心 不再报任何希望 所幸视其为无误 没有期盼 没有关注 没有建言 没有批评 没有拍案 而且甚至也没有冷嘲热讽 连看客都不做 也就没有了悲哀 人生反而有了很多的生机和乐趣 贺卫芳先生当然说的是比较的含蓄 但是很有可能他所指 就是眼下中国的政治生态 政治氛围 没有人去建言 没有批评 当然也谈不上有所谓的拍案而起了 当然有必要强调的是 这是以贺卫芳先生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 关于李强和习近平二人的关系互动 未来可能出现的关系的一些走向 西方媒体的报道评论其实是比较的多 最新的一篇来自西方知名媒体的文章就提到 眼下摆在李强面前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他是否能像当初在规模小得多的省级政府担任高级驻守室那样 保持与习近平的密切的接触 以及在北京获得自己的影响力 关于这一点 中国欧盟商会会上伍德克是认为李强在国家大事上的影响力显然是有限的 他给到的例子就是在中国疫情上海疫情开始比较严重的时候 李强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其实是尝试着推进来引入班泰克的复必泰疫苗 或者说是辉瑞疫苗的 但最后无果而终无疾而终 具体的一些细节就是李强在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班泰克 与上海的民营药体复兴医药达成的相关生产 在上海生产信使核当核酸疫苗的协议中 李强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李强的帮助之下 复兴迅速在上海是建立了工厂 到了2020年年底的时候 其实工厂开始大量生产信使核糖酸疫苗 换言之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了 而且可以生产了 但是根据伍德克介绍的情况 这些疫苗始终没有拿到批文 部分原因他认为是北京方面的阻挠 关于伍德克介绍的情况 其实明镜追击过往也有报道 那就是李强至少是和 办泰克的高管建了两次 普遍的解读 包括上海的社科界人士也好 医药界人士的解读 就是认为李强确实是想推进来引入 比较好的西方疫苗 当然最后确实没有办成这个事 关于最新搭配 习李搭配 习近平和李强 两个人未来关系怎么样 当然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说 习近平对于李强的信任和支持 应该是没有保留的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3月15日开始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法 可以看到核心的内容 增加了国务院的权力 比如说第79条明确的规定 这是一条新增的一条 提到啊 国务院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求 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 在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 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 适用行政法规的部分规定 简单的说 今后如果说李强对哪一条行政法规 规定不满意 那就他有充分的材料权 做怎么样的调整 不用再往上走去到全国人大 或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了 这一次最新的立法法 还有一条是提到了 中国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 可以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等啊 进行主动的审查 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专项的审查 而过往进行这种审查 也是由中国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和 常委会相关的机构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权力是有所下放 下放以后给到了 李强 所以现在来看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 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 从李强对习近平表达忠诚 这个层面来看 李强毫无疑问 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权力 最小的一位中国国务院的总理了 但是从习近平对他的信任来说 包括现在李强 得到的法律的支持来看 那李强显然又不是权力最小的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当然不管怎么样 李强作为总理 他的压力之大其实是可以想见的 一边要提振中国的经济 要让普通的中国人满意 特别的要让一些资本满意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满意 还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满意 另外一边又要让习近平满意 夹在中间势难办 接下去来看看郭文贵事件 美国当地时间3月15日 郭文贵是在纽约被捕 现在美国官方提控郭文贵 涉嫌向追随者骗取美元 是超过了10亿美元 而与此同时 给郭文贵看上去是出了不少搜主意的 所谓的军师 同时也是财务顾问于建明 浮出水面 算下来 于建明是被美国司法部指控 与郭文贵同样的11项罪名 而且还另加控一项 妨碍司法公正罪 于建明目前是在逃 现年56岁的于建明 是中国香港以及英国的双重公民 主要是居住于英国 究竟是怎么样和郭文贵 搭上线认识的 可以追溯到2005年到2015年的3月份 当时这段时间 于建明是在香港的投行圈工作 他有个大客户 所谓的大客户就是郭文贵了 于建明曾经撮合他所就职的 麦格里和民族证券来成立合资公司 也有人曾经目睹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于建明是曾经带着一帮所谓的外国人 到郭文贵在北京开的楼盘 盘古大关聚会就餐 所以不亦乐乎 两人的关系就是在这些年头不断的巩固起来 等到了2015年的3月份 于建明就离开了从业20年的投行界 成为了一个叫做阿中基金旗下系列公司的 董事长和行政总裁 而阿中基金幕后的真正老板就是郭文贵 回到这一次 郭文贵、于建明被控的罪名 包括多项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等等 据起诉书和法院的文件 至少在2018年至2023年的3月期间 这两个人和其他人涉嫌合谋诈骗数千名受害者 涉及金额约超过10亿美元 目前初步来看 郭文贵和于建明主要是透过四个平台进行欺诈活动 有一些平台在海外的华人圈中是很有名气的 包括GTV传媒集团、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声称高端会员参与的G俱乐部GClubs 和涉及加密货币的喜马拉雅交易所 这些平台里面 于建明就是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创办人 常言到我靠山吃山 于建明从金融圈里也出来的 摸爬滚打那么多年 所以显然也是靠金融来吃金融 那么喜马拉雅交易所 喜交所是发行喜币 从他官方的介绍来看 是指提供喜币的交易 那么比特币、以太币等大型虚拟货币 均不能在该平台来进行买卖 美国司法文件就显示 在2022年9月20日至2022年9月21日的前后 美国当局向几家美国国内的银行 发出了司法授权的没收令 随后从以喜马拉雅交易所和其他相关实体名义 持有的银行账户州 是没收了与郭文贵和余建明有关的 大概是3.35亿美元的收益 这中间很有必要一提的是 在2022年9月22日左右 也就是美国官方首次司法授权 扣押喜马拉雅交易所相关资金后的 大约两天之内 余建明干了什么呢 他是联系了一家持有喜马拉雅交易所 银行账户的美国银行管理层 余建明是尝试进行电汇 他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一位高管 就像这家美国银行声称 需要透过电汇才能为一位没有具名的VIP 实现从喜美元到美元的赎回 那么在随后与上述的银行的管理层人员进行沟通中 余建明其实又透露了底牌 说这个VIP其实就是他本人 那银行文件是显示 余建明要干嘛呢 他试图将4600万的喜美元转化为4600万美元 那么余建明向美国的银行管理层是强调 4600万美元的转账需要在当天进行 否则就毫无意义 要把钱给他抽走了 紧接着美国当局是在2022年10月份和2023年的3月份 从郭文贵和余建明的关联实体中没收了额外的资金 美国当局总共是没收了超过约6.34亿美元的欺诈收益 其中约2.78亿美元来自以喜马拉雅交易所名义 持有的银行账户实体 同时根据香港媒体3月16日下午披露的最新的消息 这位余建明看上去是左右通吃 显得异常的神秘 那么他曾经是两届重庆市的政协委员 还在中国大陆多个省担任所谓的顾问 而且余建明在香港建制派的社团组织中十分活跃 曾经担任香港重庆总会创会副会长 香港青年会前执行主席等等 他是在郭文贵被中国公开通缉之后 余建明才变得低调起来 大概是在2020年6月份 也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之后 然后香港国安法又已经颁布 余建明就突然移民到了英国 并在英国成立了所谓的香港人协会组织 并称以帮助香港新移民为目的 但是由于余建明过去的左派身份 在英国的很多的一些香港人认为 他是企图在英国搞渗透搞分化 所以又要和他划清界限 其实关于郭文贵 关于余建明等人 过去海外的媒体自媒体报道是非常多的 借助一些批评人士分析人士的话来说 可以做一个概括 就是郭文贵事件 他呈现出了一些华人群体 包括海外的华人 部分华人 其实也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中国人 至少说是有这么三个不高 第一点 金融素养不高 其实过往爆雷的事件 比比皆是中国大陆也非常的多了 这么多的超额的财务回报 以及相关的利益 那当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是扛不住诱惑呢 还是说连基本的算计都出现了困难 这是所谓的金融素养不高 第二点 政治素养不高 最简单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堵门 加拿大华文媒体人黄河边 纽西兰华文媒体人朱万利 美国华文媒体人西诺等等 被郭文贵们的追随者们 长时间的多番屡次的堵门 给他们日常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对自由的滥用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民主素养不高的表现 第三个不高就是所谓的新闻素养不高 或者说媒体素养不高了 对付谣言的武器不是谣言 而是拆穿谣言 对付谎言的办法不是制造新的谎言 而是揭露谎言 如果说有一些特定的人或者是群体呢 过往有一些案例被披露出来 人为的去造假 那这些人的所谓的新闻的公信力 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如果去追随这样的一些持续造假的人 那这是典型的媒体素养不够 当然 诚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说的 这个未必只针对 只适用于郭文贵 海外媒体自媒体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情况 所谓的后真相时代 就是并不关心事实本身 在乎的是一种情感的宣泄立场的站队 其实呢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回头来看 一个是常识 最基本 最朴素直白的道理 一个是逻辑 有些要进行基本的判断和推理 确实是不少人非常欠缺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